三秦都市报三秦网讯 记者周婷婷 这么好看的字贴到家里太好了 感谢党和政府 感谢丰西新城 感谢这么多好心人关心我们 当李公明老师把亲手写的福字和春联 送到丰西新城高桥街道贫困户林政务手中时 他坐在轮椅上 紧紧握住知名书法家里公明老师的手 激动地说这两年 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我坐在轮椅上 也能享福了都是党的政策好 12月26日 在高桥街道办事处的广场 由西咸新区峰西新城和辖区爱新企业 一景园林联合举办的 2019迎新年送祝福 文化下乡 继扶贫慰问活动热热闹闹拉开的序幕 丰西新城党委宣传部 陕西省知名书法家里公明老师 陕西一景园林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红一行 不仅组织书法家们 给当地群众书写春联 福字 还在元旦前夕给贫困群众们 送去了新年祝福和闽念 有等爱心物资 当日上午时时 李墨池燕刚刚摆好李公明老师 和其他五位书法家们 就被闻君而来的村民包围起来了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书法家们辉豪泼墨 为群众们出写春联一百幅 福字三百多章 一位保洁员大叔 也立刻被眷粉 拿着春联与李公明老师 在摆幅图里 开心地拍起了合影 看着老百姓们高兴的笑点 李公明老师心情大好 写下了大美风吸四个大字 并现场与大家分享了 自己的富贵理念 心中无缺极为负 被人需要责为贵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尊重文化扶持 也扶持马屋村的贫困户须生涯 是陕西易景园林社 既工程有限公司的爱心帮父对象 在一项目工地上从事绿化养护工作 每月2700元 来到徐盛亚家中进的院子里 就看到他清新栽植的连理树上面 还挂着一幅他写的诗 徐盛亚曾经给董事长韩红写过 建议信韩红对此印象深刻 他表示 能够帮贫困户走出困境 我感到非常欣慰陕西易景园林 一直坚持爱心公益事业 不论是脱贫攻坚 还是乡村振兴 我们都有责任 有义务为社会贡献力量 关心贫困群众生活主动上门 提供帮助 让他们感受到更多来自社会的善意和温暖 据了解 易景园林自2008年起 就积极投身各类爱心公益事业 帮助贫困户实现在就业 被孩子圈资助学 帮助老人解决养老问题 捐赠物资累计超500万元 文化服贫暖人心公益行动 在路上当来到装摆 凡村的贫困户凡英茂家时 村支部书记简要介绍了家里的情况 69岁的凡英茂家里 只有他和儿子因肢体残疾 凡英茂常年瘫痪在房这个房子 是暂时在别人家里 李公明看了很是感慨 鼓励凡英茂 要注意身体和好生活 韩红也当即拿出500元现金 塞进了老人手里 封锡新城党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坚定文化自信 助力脱贫攻坚 通过组织书法名家文化下乡 和开展爱心公益活动 更好的传承中国优秀传统物化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正所谓扶自宋上门群众 效欢言文化助扶贫 公益暖人心后期封锡新城 还将加大力度 广泛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扶贫工作 在扶制扶制上下功夫从思想上 精神上激发贫困群众能动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